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七药之门以金 日 月 火 水 木 土 猪药之序 你以轨运程之旅 它的作用是守护身藏地底的天洞仪吧 不错 此门是为了禁止闲杂人等闯入天洞仪而设 唯有明晓七药环秀之理者方能开启此门 越过这里是七药回廊 那里有七道拱门 分别代表七尘猪药 再往前就是秀药之阵了 这墙壁上的文字是罗侯文吧 即便身于此冥界 我依旧能从此间感受到尊神的威严 嗯 这是在建造天洞仪之初 以罗侯文刻下的参考文迹及天洞仪之理 这天洞仪建造至此已颇具规模 你真的很厉害 而且我能感受到你的气息 一丝一毫聚渗入此间 这全仰赖尊神翻覆还宇的无双大志 吴等就是为了执行他的尊命御令而生的 兵离 已经数百年了呀 你我身负尊神之御命自那烈系中降临 这也是你我宿命相惜的数百年 剑矢兵离 眼下乃天洞仪出城之客 降药之仪启动刻不容缓 你需时时戒备 以防闲杂人等侵扰尊神大业 剑矢 领命 你醒了 夏侯大哥 你突然晕倒 吓坏大家了 自从身临阵楼兰一记 那真假难分的情景便不断在脑海中翻涌 只怕我们越来越接近你的身世了 一弟 你 这些来路不明的记忆不可能是随手使来的 这地方一定和我的过去有很深的关系 或许这就是小公主所说的转身吧 也好 既然是如此的话 我就把这一切的来龙巨脉都查个清楚 这些大台座又是什么 还会发出嗡嗡的响声 这 这是哪门子的遗迹 如此巨大而又奇异的机械 这是楼兰能建造出的东西吗 这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三师兄昔日所说的 所谓能够移心换斗的奇迹巧蟹 淹没在楼兰古城的巨大秘密 就是这东西吗 久违了的天洞仪 久违了的天洞仪 久魂天洞仪 一弟 莫非这里的一切 你和冰离姑娘都了然于胸 风女侠 夏侯兄弟他们怎么会认得这的东西 这遗迹至少被封闭了数百年以上啊 古兄 你们西方人或许不了解转生这回事 你就当作是古人的记忆与灵魂 在一地的身上醒来好了 夏侯兄弟是千年前的古人 老师也说过冰离姑娘是千年前的箭矢 这搞得我有点头昏脑胀的 现在的我自己也不明白 只觉得 只觉得心里乱得厉害 我到底是谁 这一切和我又有什么关联 夏侯大哥 小心脚下 前面有个山坑 要重 吸食够了逆元之气 便敢偷袭于我吗 冰离 备见 剑石 领命 等等 这里应该有天书一座的 踏到哪里去了 夏侯大哥 你 莫吉 你 对不起 玄妹 我一定吓着你了 夏侯大哥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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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突然变了个人 变得好遥远好陌生 对不起 玄妹 想是来到这昔日旧地的缘故 我过去的记忆便慢慢浮现出来 就像沉睡在我心里的另一个我 在许久以后慢慢醒了过来一般 有时你可能会不习惯 我不要 我喜欢现在的夏侯大哥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不要你变成另一个人 我绝对不要 玄妹 你不用担心 即使过去的我完全回来了 我也依然还是我 会改变的就只有我的将来而已 夏侯大哥的将来 不论我是否愿意 过去留下的宿命之所 还是会永远改变我今世的命运 我再次回到这里 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 我会继续寻着这条回忆之路走下去 直到找回昔日的一切为止 或许那时的我会有所改变 但那才是真正的我 真正的夏侯仪所应有的样子 我想夏侯大哥你是对的 所以 我还是会陪着你 把这段回忆之路走完 只希望 那时你依然会站在我们这边 依然会是我的夏侯大哥 谢谢你 玄妹 我想 此时此刻 咱们还是继续往下探吧 看来千百年无人来死 这儿的妖魔已经鸡肠鹿鹿了 大伙小心 我能感受到前方有什么 与我手上的幽银之界共振着 会不会是天书一座和它在产生共鸣 这一场浓重的妖气石 莫非是什么妖物 总算解决了 我猜天书一座就在前方 尽快过去吧 天书一座 不过 它看起来好像有些不对 原来它在这里 被逆元之力所保护的天洞仪最深处 只有掌域幽银之界之人才能来到的禁域 可是 它为何会降到这里来 小心 一座上有逆元利器 荒滩 重新淤积逆元优利的它 竟能释放出此等雷光电叉吗 这样下去天洞仪恐无法附和 哼 不过是当时没有清除干净的害虫而已 区区虫类 何惧之有 咱们除了它 剑矢领命 可恶 这恶心的怪物自己不能动 就将污灼之气传递给周围的妖虫 大火小心 别沾染上那灼气 不错 但方才落雷引动的灵脉光渊 亦可提升我等能力 并非和这怪物第一次交手 不过这回 应该是将它连根拔除了 可是 天书一座上面 好像少了什么 嗯 我也记不太得了 天书一座是操遇九魂天洞仪的枢纽 这是不会错的 可是 这静止的一座上面没有力 若非缺了什么必要的部件 就是有人封止了它的运作 我也不知道如何让它回复运作 这可难倒我了 嗯 让我想想看 夏侯兄弟和冰离姑娘说的话越来越奇怪了 我半点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古兄 咱们在一旁听就是 既然插不上嘴 那就不用多言 可是 夏侯大哥 变得越来越不像夏侯大哥了 我好害怕 武江 他就能看见 威威的 那是你 不然 他就冲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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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路闯下来也够辛苦了 咱们就先回去休息吧 解放的奔流灵气 似乎将我们送到了沙州 是师兄他们 大师兄 二师兄 你们也来了 师妹向你们两位请安 是三师妹 圣妹不用这么客气 好一阵子没见到你了 近来一切可好 拖一地的福 虽然多有惊险之事 但近来一切都还算顺利 对了 大师哥 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 师妹 或许你还不知道 近来在这一带 幻城之说甚嚣尘上 我们得到消息后 先一步赶来这里 神雀功一行稍后就到 幻城 两位前辈 你们是从哪里得知 那幻城的消息的 有商队在经天山南北路 来往沙州时 在一处烽火台附近 看到天空中出现 宛如日式般的 陡大黑色原木 在里头 可以隐约看到一座 漂浮的古城 齋女得知后 脸色凝重 马上请我们先来沙州查访 依照天象战法 出现这么大的石 急不寻常 我们也在等着和齋女商议此事 烽火台 谁 莫非 莫非 莫非是尼雅的库底老爹看到的 两位师兄 师妹还有事 这便告辞了 一弟 我们走 一弟 你心中是否已确定那幻城所在 不错 他应该就在尼亚的古蜂火台 我想我们所要寻找的楼兰城之谜 或许就藏在其中 我心中也有很强的预感 那么我们便前往尼亚的蜂火台吧 咦 是谁先来了一步 等等 那矮冬瓜的背影好熟 该不会是 是小鬼头斋女 小侯仪 你来了 还有 我不是小鬼头 你此行便是为了幻城而来的吧 我是由九要方位推战出 这大漠中央的天幕 受逆力影响而生练习 所以前来查看 只是 若依九要天谱之旅推算 历经十六个甲子后的今日 天幕之战应陷于楼兰所在的故地 而飞着数百里之遥的沙漠正中 不止如此 此地上为一道不可见的幻术之杖所笼罩 这幻杖似于逆圆之力泄出铜圆 会随星要运行而强弱互变 依我之见 这一切显然是有人故意安排出此种布局 但谁会有这种焊天动地的大智大能 除非是幽神的玉石 幽神的玉石 我只是随便说说 不用在意 也罢 天幕记已战开 这回的凶石必定非同小可 我得回沙州召集各派掌门 准备镇药大法的事宜 迟了只怕会有他变 小公主 那这里的幻杖呢 既有幻杖于此 必定是用来隐藏什么秘密 此地的逆圆之力强得下人 即使这幻杖已因凶石将临的天下而渐弱 它仍非我一人之力所能解破 不过 倘若有什么能破去幻象的神物法宝 或许就能揭开这谜题 能破去幻象的神物法宝 会是什么呢 烛龙破换的神境 不错 它应能化去那幻杖 不过那幻杖并非凡俗把戏 此经很可能无法承受 即便如此也要试上一试 好 沙侯仪 既然你都来到了这里 此事就先交给你了 幽芬和我手上的戒指起了共鸣 等等 这里也有好重的逆圆之气 果然 凡是逆圆之力所在之处 必定少不了敌人 别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到塔顶去 如果这里真的藏有什么秘密 我一定要设法查明白 小公主说得对 这里的确笼罩着一层不可见的强大昼剑 一切的异常应该都是它引起的 这上面的风冰凉凉的 好舒服 是因为那笼罩的换罩吗 对呀 即便是在高处 这的凉爽程度也完全不像是在大漠之中 冰凉的风 等等 我明白了 库底老爹之所以在这里看见换成的原因 那他这么做 岂不是自阶其短 应该是其他原因才对 冰凉的风 这里之所以丝毫没有位于荒漠镇中的炙热列照 是因为这烽火台顶早已不在人世之中 一帝 你刚刚说什么 风姐姐 我猜测事情是这样的 有人用巨大的逆源风剑把某物封护在这里 并用与风剑共生的幻障加以隐藏 这座古风火台或许是因为机缘巧合之故 塔顶正好深入了原本无法进入的风剑与幻障之中 若身处着风火台顶 在幻障偶尔受星药运行而减弱时 便有可能看到隐藏在他之后的东西 这就是为何库底老爹见过换成的理由 原来如此 是这风界遮蔽了太阳的炙热 此刻的我们就像是从水晶圆球里往外看一般 看来一切无异 但却已置身于风界之中 而这座幻城 也就是千年前神秘湮灭的楼兰 它并没有被毁灭 只是被藏在天幕的比方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为了查明此事的真相 咱们需用诸幻神镜解破这幻障 诸幻神镜啊 化去这遮蔽天幕的假象 将其后的真实显现无前 神镜反碎了 没想到连神镜都无法承受这幻城的力量 等等 夏五兄弟 你看天空的比方 那是 是幻城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找这座幻城做什么 但拖着幻障毁了神镜之符 我总算毁服自由之身啊 龙妖 哦 我差点忘了你了 王道长说 他们也无法毁坏的神镜 竟然会这样就碎成粉末 也好 我们就此还你自由之身吧 大概都是天意吧 我进入那神镜 在其间修炼 学会了用恐惧伤人 又遇到了你们 夏侯仪 有时候你真是傻得可爱 喂 龙妖 等等 可恶 龙妖好像已经去远了 罢了 还是换出被封在镇笼之谕里的解鱼 登上悬在天际远方的幻城吧 好 哈哈 我们走吧 鸣谢鱼者 应无之幻 速出此谕 成魂化形 走吧 带我们到那幻城顶上去 谢鱼 辛苦你了 这就回到狱里面去吧 好有天际对我而言不是什么难事 倒是这凶石之内的幻城 诡异得很 你们还是自重吧 我的天哪 这 这是真的吗 我从没梦想过会看到如此的奇景 一座飞在天上的古城 我真希望老师他也能看到这一幕 从蜂火台上面看的时候 觉得这里就像海市蜃楼般的飘渺 可是我们真的来到这里了耶 不过 这城为何能飞在天上 是蜜元封界 是蜜元封界 强大的封界之力 不但把这座城封在这里 也在这段优秀的时光中 支撑着它浮在空中 有此能力的是天神和恶魔吧 这种事情怎么看都不像是人能做得出来的 是谁 冰尼 怎么了 有人跟在我们后面 就在附近 小心 一魔 书中在 夺破鬼眼可成现状贯穿前后 大伙注意分散 千万莫战成一线 是 总算解决了 冰尼 你刚才感觉到的 应该就是这些妖艺吧 不是 奇怪 那感觉消失了 或许是我弄错了吧 冰尼 如果不是我多心的话 我觉得 自从上到这幻城之后 你好像就有点不自在 是这里的幽纷让你不舒服吗 没这回事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真意外 没想到我们来到这座奇异的古城之后 首先造访的地方 竟然会是一间卧房 是我的错觉吗 为什么我会觉得 这里好熟悉 咦 这道楼兰幽光的气息 和地下楼兰的感觉好像 那幽光的力量 与我手上的幽银之界共振着 之后便有一股力量 要将我拉到了这里 这个地方的布置 这个地方的布置好像在高昌古城也见过 丝叶之间 完整的丝叶之间 好大的幽虫 看它浑身的紫雾雷电 想来 其并不惧怕雷电咒法 大家可用火锅的火锅 用火锅咒法击败它 见识 看来此地仍旧会有其他类似的虫妖 我们得多小心点才行 打败了妖虫后 我们又回到这卧房了 奇怪 为何有种力量驱使我翻开那本书 这本书里夹着一张纸条和一支黄金钥匙 这纸条上写着字 可是又是看不懂的文字 而且和我们在楼兰地下看到的怪符号不同 让我看看 这是古楼兰文 现在还认得的大概没几个了 没想到你竟然懂古楼兰文 这纸条上写着什么 诸星横天 拱列华穷 天水东升 土木随着 冷月半日 神火西沉 盐 金 木 水 火 土 月 日之血 乃成天之道 看来是在暗示些什么机关的次序 其所谓的拱列华穷 不知道这华穷两个字代表着什么 还是先在这里继续查找 看有没有其他线索吧 这里和罗布泊地下何其相似 果然是同出一脉 解决了 我有种预感 前方应该会是整个楼兰最核心之处 好一个壮丽的大厅 由这大厅的威严气派看来 这里必是传说中的楼兰皇城不会错了 只是在经历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 这大厅似乎仍保持着旧日的模样 咦 那王座上坐得有人 哇 那是一句死尸 玄机小妹子别怕 那只是一句干尸而已 我以前和老师在发掘西域的古墓的时候 这种干尸见过好几次 不过像这一句虚发如此完整的道部多见 这位王者服侍尊贵 像是此地的统治者 或许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这幻城的身份 我去看看 瞧他手边的小杯子 像是服毒而死的 等等 他手上握着的纸片是遗书 你们汉人 何故轻扰楼兰 不好 我们似乎惊扰了他的亡灵 我们并非有意打扰 只想了解这古城的过往 请 这千载都不曾有溺土经我楼兰 你们受死 这王林的怨队积压了千载 已然听不尽你的解释了 我以第四代楼兰王安归之名 患无名 死守吾国 死守吾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祖洞悉此事 因此坚不祥从 两不相助 得能历七十多年而无事 自寡人继位以来 汉兄两强 逼压日甚 吴国再难置身世外 使得择衣而成之 便在苦无良策之际 一对自称为霍庸与兵离的义人忽然来访 表示愿助吴国抗敌自立 但寡人亦须浅费人工牧师 让他在地下兴建规模庞大的奇迹巧限 以其神力永避诸强之亲 母妇他在一千年前就见过病离姑娘 即使众臣大多以为此事可议 但这两人身负天之神石 绝非常是俗人之属可及 寡人依然立霍庸为国师祭史 与他在地下建造巨大机械之权 霍庸亦未让寡人失望 他来此仅仅七年 便以无人知晓之法 在地下深处建起硕大无棚的九魂天洞仪 并驱使其力逼退汉军多次 寡人皆亲眼所见 原来如此 我们在地下发现的巨大机械 想必就是这九魂天洞仪了 虽然宰相库渣再三奏称霍庸之徒非浅 但寡人以国势为重 依然依赖他抵御汉军 但库渣竟邪院通敌 以令符放敌军入城 全城上下大乱 霍庸亦以万一为由 要寡人与城内人众尽数撤出城外 由他脸上的表情可知 此事非同小可 然而这祖先留下的基业 岂容寡人倾气倾离 我第四代楼兰王安归 必会在这华穷殿中 与楼兰城共存亡 寡人不后悔相信了霍庸 但若是天意要亡我楼兰 那都是安归备天无德 只有在此祈求先祖们的原谅 幸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想 若我们继续探索 应该还会有收获 华雄殿附近竟还有玄机 从这个地方看下去 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这座城真的是在天上 不过由这城壁梁柱的样子看来 这座城好像是被硬生生地拔了起来 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楼兰王安归好可怜 他努力要保护自己的国家 却落得这般下场 这是因为那个纪使霍庸骗了他吗 而和霍庸一起出现的兵离 就是兵离姐姐吗 根据史籍记载 汉史夫介子袭杀楼兰王安归 而后签名于淤泥城 照安归王的遗书看来 史书倒也说对了一部分 但真相自然不止如此 否则这楼兰城就不会浮在空中了 这楼兰城中的妖物不少啊 那我小心了 这楼兰城中玄机颇多 想来城中也会有诸多蛛丝马迹 先把这古城看完再做道理 咱们走吧 这里以前曾是个图书馆 这些留存千年的典籍中 会不会能找到些蛛丝马迹 小心 大胆狂徒 胆杆入侵此地 受死 他们消散了 这下可以安心翻阅过往的典籍了 咦 镶嵌在墙上的这些圆形猪式 原来是可以按下的 若是按照一定顺序按下 说不定可以触发什么机关 试着按下他们 从中央代表日的诸事后面 落下了一个羊皮纸卷 就是密密麻麻的楼典文 典离 还是劳烦你帮我解读一下 这 这是 怎么了 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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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对不起 我 我看得太入神了 这是 这是楼兰王安归遗书中所提到的那位纪使 霍庸所留下来的手记 里面提到九魂天洞仪的操作法 和解除这幻城封界的方法 真的 这可是个大发现 杨平轩上怎么说 霍庸他写道 天洞仪不只能引动天鬼实虑 还具有发幽营封界之能 他担心会有敌人前来阻挠他的大计 因此准备了万一之法 倘若敌势无法抵挡之时 便将操遇中枢天书遗作的新鬼刻盘 毁成七片碎片 借由封闭天洞仪所剩的逆源之力 将这座楼兰城和七块碎片一起藏入幽界之中 如此一来 只有升华幽营之界之人 才能让他们重现于世 然而 我们光有碎片只怕还不够 要如何将它们修复成原来的新鬼刻盘 幽界诸物皆是由悠壤所画住 只需与悠壤包覆碎片的两头 以极裂焚盐断烧一碗 悠壤便会与碎片融合为一 宛如心灶 一旦修复了新鬼刻盘 将它放回天书遗轨之上 便可重新启动天洞仪 从而让这天上的幻城降回地上 继继续未完的 未完的什么 后面的字迹模糊了 看不清楚 不要紧 只等我们修复刻盘之后就会知道了 对了 手记里可有说明何谓悠壤 名为悠壤之物 在这里没有多提 不过我想应与出没子弟的异兽有关 既然名为悠壤 应该与幽界脱不了关系 咱们就从这些来自幽界的异兽身上 着落好了 冰璃 话说回来 幸好你看得懂这羊皮卷上的古楼兰文 不然咱们就算找到这羊皮卷 只怕也是白费功夫 这文字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冰璃 没 没什么 冰璃 你好像自从看了那羊皮卷上的文字之后 就变得好奇怪 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没 没有 我只是看了这文字之后 忽然想起一些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罢了 一些已经几乎忘记了的事情 线下找到优长和剩下的断片 修复星轨刻盘 便是我们眼前的第一要务 不用挂心 那个就交给我好了 是谁 你 生妹 还有久违来的各位 你们别来无恙吧 三师兄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刚到观星台时 被我发现跟在我们后面的 就是他没错 那时间你们以神境破除禁止 我觉机不可施 于是就跟了上来 没想到我接近全力查访的千年前的秘密 如今就这样在你的面前揭开了 夏侯仪 你不愧是借指命定的主人 可惜也就到此为止了 皇妇宝主 你想怎么样 很简单 把你手上的幽吟之剑 和在你们手上的仪轨碎片交给我 等我完成修复仪轨封闭天洞仪的大任后 戒指自当奉还 封闭天洞仪 夏侯仪你疯了吗 我这些日子以来费尽心力寻找的 就是这能够一心唤斗的天洞仪的力量 而你竟然想要封止它 皇妇宝主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尽管兵力选择跟随在我身边 尽管命运一再引导我回到这些奇异之所 但这并不是我无口为腻的宿命 既然如此 那就多言无意 也罢 我本就不认为你会乖乖交出东西 而在这天时已尽之刻 我已容不得你任性胡为 今天就算对你们动手 我也要拿到我要的东西 皇妇宝主 请你三思 如果你坚持如此 我们并不畏惧和你一战 但这只会让封姐姐为难而已 一帝 对不起 即使我明知是三师兄无力 我还是没办法对他动手 这一战 我两不相帮好吗 生妹两不相帮 那便再好不过了 不过 我不会因此就手下留情的 三师兄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为你而背计伙伴 如果这次你败于一帝 他们之手 我希望你对此事就此断念 否则下一次 我就 这话等他们胜过了我再说 就让你们看看我真正的力量吧 父宝主 我听封姐姐说过你的事情 我不相信所谓命中注定 不相信宿命能决定一切 更不相信用天动仪 就能改变所谓被诅咒的命运 只有敞开心胸 相信自己和这个世界 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未来 皇后宝主 我想一直等着你的封姐姐 她也是这么想的 是谁被自己过去的誓言和怨念所负 为了魏敬的使命而转生回这个人世 这就是仅仅仅绑复你我两人的 无法改变的宿命啊 夏侯仪 看来你还没有觉醒 还没有想起往昔的一切呢 像你现在这个半睡不醒的样子 根本就没有资格支配天动仪的力量 休手吧 一切还来得及 不可能 我要让他们明白 谁才有资格支配天洞一 谁才有资格在尊神做下效力 你变强了 夏侯仪 变得很强 不愧是另一个我 这世上唯一能和我匹敌的对手 三师兄 你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莫非你和一帝 我就把话说明了吧 夏侯仪你听好了 你和我乃是一魂所生 同时写下首纪的记事 护我用魂魄的转生 但在等待转生的千年时光中 魂魄受明幽两界的牵引一分为二 其中本质成名光亮的银魂转生为你 本质优惠暗顿的荒魂 则转生为我 夏侯仪 你和我共有着一样的记忆和力量 只是你还没有回想起来罢了 皇妃宝主 你是说我和你都是霍庸的转生 这事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我在踏上这楼兰城时就全都想起来了 可笑啊可笑 现在只剩当事人的你 依然是一枝半血吧 为何祸庸的箭矢兵力一直追随着你 为何你能使用幽吟之戒的力量 因为你和我一样都是幽神暗星的使者啊 只是因为你运气好啊 先找到了陈眠的兵离 所以戒指承认了你的身份 我才会在高昌古城不得已将戒指交给你 而如今你竟然想要封止天洞仪 你以为除了生育我们的幽暗之外 我们还会有其他容身之处吗 唯有继续以天洞仪偏动天鬼 恢复那太古以来就被破坏的平衡 你我和兵离才会有真正的未来 我的将来是我自己决定的 我会依照我自己选择的道路而行 不论千年前曾是如何 好 我是不会就此认输的 抛弃了使命的你 已经没有资格继承神使之名 到了尊神的面前之后 再为自己的愚蠢而后悔吧 咱们后悔有计 三师哥 奇怪 我们在罗兰地下试探了一圈了 也除灭了一些妖兽 可这幽壤究竟在何处呢 一帝 别急 按书信所示 幽壤必是在这城中的 想来只是我们不得要法 我 似乎记起了 忧壤并非只是一物 而是用忧界异兽的脏器炼化而成 脏器 那想必是妖兽关键的脏器 如此说来应该有心脏 脑炉 骨骼 还有血液 这么说来 我们方才一路探索 并非全无收获 起码已搜集齐了大部分异兽脏器 后面再以网顶加以炼化即可 楼兰曾一分为二 我想这幻城中的材料 已收集得差不多了 地下那部分应该也有特殊的材料 我想也值得一探 风姐姐研之有理 既如此 诸位 咱们再回地下 用断片引些妖兽吧 小心 这气息是 看来有其他妖兽 进于断片的力量 大家注意防御 陆界异兽不少 很适合收集炼化悠壤的材料 我们继续搜集吧 又是那贪食幽界之力的 妖虫 千载的幽界之力 将它滋养成了一块好材料 总算把这些难缠的家伙给解决了 一帝 快看看那幽界虫兽烟化成了什么 有股烧焦的气味 看上去是没见过的妖虫脏气 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已经收集齐了炼化悠壤的材料了 这么说接下来我们可以尝试用网顶炼化悠壤了 事不宜迟 那咱们这就打道回府 寻一处客栈修起炼化 四种异兽脏气以网顶之力炼化 成了 冰玲 你说这充满幽暗之力的物实 应该就是悠壤吧 嗯 这死灰之气 错不了的 接下来 便是找人用着悠壤修复着七枚断片了 只是 这本属于幽界之物 要想在人界找到能人意识 实在是难于登天 一帝 我和你有相似的疑惑 不过 我倒想起有位在甘州城的行家 或许能解答你我的疑惑 甘州城 难道封姐姐说的是 熟食烈化之门的弹铁匠 正是 上回的伙童之谜还多亏她的指点 或许此番咱们也能寻到些蛛丝马迹 有道理 我们这便前往甘州 去请她出力帮忙 另外 陈向氏说不准 以战出破解玄魅凶结之法 既然此行途经宿州 不妨顺道前去询问 嗯 段变重铸后 免不得四处奔波 还是趁此机会 先去寻陈向氏 以求玄机魅子死结的破解之法 永远 中文字幕请不吝点赞 诶行李宗盛 谢谢观看